今天我要讲一下就是长城 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中文 到中国 我是马曾福 是一名泰国华裔 我说了三十年中文了 一九九五年 那是三十年前 我高中毕业 面临着人生的第一个选择 时候我父亲是非常支持我学中文 中国未来一定会强大 父亲是这样跟我说的 大学参加了短期班大概每个月 然后大三的时候就有机会去台湾 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 如果我想了解 想知道这个小时是怎么叫 是怎么弄法 就直接问那个饭饭 这个就爱运动 是是是 那时候正好 会中文的人是比较少 后来我就在普吉尼泽中学 还有普吉中学当老师 十多年 一直都在为普吉的中文教育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谢谢 还有当导游 就是我对中国比较了解 我带泰国人到中国那边去旅游 我一直都觉得我的未来一定和中国有关 所以我从不曾丢下中文 我大概2015年10月就来普吉孔苑参加工作 我负责的就是汉语教学 文化推广 还有奖学金 汉考 我会组织学生复华团 让他们有机会到中国 打开学生的事业 相信我 绝对不会后悔的 我学中文的时候 就有一个词 就是这个茶 所以我学了一段时间 我就才发现 茶和泰国太语的茶 是同样的意思的 就像一开始 我也不太明白 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后来学习中文 我才知道 增福是不仅仅给自己增加福祉 也是给别人带去福祉 马老师说 中文很重要 所以我先去中国 中国很大 我想去看看 学会中文可以赚很多钱 我们喜欢泰国